來看前兩邊 聽到化工社區林家廚的行動 雖然有民眾強烈的康徑 優惡優勢的經歷 今天就有台北市民 來到這個社區 要拚扯日本時代所起作的 幸福送負協議 必須向有台北市民法教 要將資格指定做過程 好適好好來保證 穿著手的金 在紅森廚上面年年做會 這棟看起來 拍拍鼓鼓的建築物 歷史非常久 是日本時代所 現金的幸福送負促的疫情 提供早期幸福靈願適用 會知道一大堂台北市民 來這裡拚扯 希望刷造這堆跟納山的噴射 讓政府可以看到他的價值 有很多的場域的空間 其實它是有一個 就是以前的 傳統時代的一個氛圍在 然後這個東西 其實在台北市 已經很難被看到了 化工社區 聽稱的經濟 電動給更多人 注意到這大老社區的價值 疫情附近還有長長的圍像 是拿台北山駱山穹的 舊頭來蓋的 舊頭也有百年歷史 環保團隊認為 目前法務部沒有做好調查 就來拆讀 根本是憑感覺在做事情 他沒有全面調查過 他就憑直覺 覺得這個房子不夠老 憑直覺這個數不夠大 就去砍就去拆 這是很危險的事情 很可能把我們很珍貴的資產 毀壞掉 聽到市民要來拚掃 法務部也派人來放各式培養 要求民主不要青菜走進去 不過發起外長的市民 議員認為法務部 應該先減停拆讀 要等到台北市文化局 25月2號進行文化 遵散的生意料後 才可以決定後一步 接下來請問 心志明 台北報導